這邊的眼睛、眉位、全部的位置都眉起來了 現在時間是凌晨2點9,皮膚還是很飽滿、有光澤力 就算敷同一副面膜也好,它會更加吸收,皮膚看起來更飽滿 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剛剛的9月是我全年最忙碌的月份 很多飯局,又要顧著拍片,做事是忙到完全不空去做Facial 你知道,不夠份,加上要吃很多飯,喝很多酒 看起來很容易浮腫,一塊一塊,不行的 我經常要上鏡,拍片,拍照都想看起來漂亮的 所以真的很希望可以用最少的時間在家裡 都幫自己做到一個皮膚維持狀況的效果 過去的5天是我最最最忙碌的了 又要約人吃飯,然後很多影片要交要剪的關係 我真的睡得很少 但是我還是維持到容光換髮 用了些什麼,今天就是想跟大家介紹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了 過去的5天,我都是用Glycer的G-PAL lip Plus 離子射頻緊敷二,以及他們的護膚品做我的Skin Care Routine 大家可以一起看看,因為我有拍下的 先介紹一下這部機器 它是Glycer的G-PAL lip Plus 離子射頻緊敷二,結合了三大頂尖科研 它有G-PAL GAVANIC,離子印度科技 可以透過微電流將護膚成份迫入基底 然後為細胞深層導入營養成份 然後RF活膚射頻可以刺激膠原蛋白增生 重建和鞏固基底膠原組織網絡 有效撫平細紋,令肌膚回復緊致有彈性 還有它是有LED光能換眼技術 可以透過紅光激活和修復細胞,緊致肌膚 再用綠光就可以舒緩鎮症肌膚,均勻膚色 一次過就可以做到提升緊膚、美白去紋、淨化V面 助養和換膚 而且它是很容易操作的 大家可以看到三個按鈕 中間是開關 然後上下兩個模式 上面是RF,下面是離子導入 每一個模式都有三個強度 按下模式的按鈕 例如上面是RF,藍色 第一個強度,第二個強度和第三個強度 下面是離子導入 按下第一個強度,第二個強度,第三個強度 真的非常簡單易明 就算我這麼手殘的人都完全能處理 過去這五天我就是用它配合不同的護膚步驟 例如這支Glyseur瑞士美肌紅水 它含有瑞士三大活泉水和阿爾卑斯三百用花 由肌膚表層到底層打通輸送管道 令後續的產品會更容易吸收 而這款是黃牌HF面霜 可以活化肌膚,增強組織彈性和緊緻度 你會看到它非常非常滑 現在就可以回到第一天使用它的畫面 好了,來到晚上下妝後 我就會開始連續五天使用Glyseur G-Prolit 離子射頻緊膚兒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見證它的功效 第一天我想試了它的基本功做了導入 如果是日常護理,我會洗臉後在臉上塗這個紅水 塗足夠份量後,我會開導入模式五分鐘 開啟了部機,然後選導入模式 這個模式最適合配搭toner或精華 然後如果你拍不適應,一開始可以用最低強度 不過我自己就習慣直接去到最高強度 我們順著臉部肌肉的方向慢慢向耳朵滑動 做一個拉提的動作 然後眉這裡又是向額頭做一個提升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導入之餘 都可以做到拉提的效果 這邊面都一樣的 這樣可以幫助護膚品吸收之餘 希望明天輪廓會鑿一點點 你會感覺到護膚品吸收了它 它會慢慢有些絕手 做完導入之後皮膚馬上飽滿 很有彈性的感覺 來到第二天,現在時間是凌晨12點10 剛剛剪片,終於剪到一個我心目中想要的進度 可以收工了 現在只剩幾個小時睡覺 今晚又吃了些重口味的東西 我以為明天一定會很水腫 很害怕 所以就想試一個急救模式 跟昨天一樣,都是拍了洪水做五分鐘導遊 昨天示範過,我就快鏡過了它 吸收了之後,我就塗臉霜 因為一會兒我會用到美容宜的關係 然後就多塗一點點 我會塗下巴和頸部的位置 接著我們就轉到RF那邊 一樣我也是調到第三個強度 你會看到燈轉了紅色 這次我們由下巴的位置開始 慢慢地推向頸部 大家會不會聽到我爸爸的鼻孔聲 然後這樣推向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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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這個臉霜 它是很滑的 很容易推 不會絕著臉霜 然後這樣推向頸部 大家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分別 我在這邊的臉霜 掉下去 是不是 是完全 這邊是斥起了 這邊的眼睛 然後眉位 還有 全部這些位置 都是 眉了 搞不定 我要快點 弄在這邊 才行 你會看到現在是沒有剛才那麼鴛鴦的 是真的 馬上看到的功效 所以為什麼 我會拍這個五天的護膚品 給大家 不是坐在這裡就這樣介紹呢 就是因為 它是看到一個效果的 每個星期我都一定會敷一至兩天的面膜 今天就會用這部G Power Lift配合面膜做導入 希望可以將面膜的功效加成 開回導入模式 敷面膜的時候 可以一隻手按住面膜固定位置 然後另一隻手做回之前的拉提按摩動作 你會看到面膜不會移位 不用很大力的 對 你一直這樣按著就可以了 不是越大力 它越大功效 就算敷同一副面膜也好 它是會更加吸收 然後皮膚看上去更加飽滿 近距離 現在皮膚是超級細緻的 大家看到背景不同了 因為現在是星期五晚 我進來長洲了 這幾天一路剪片剪到好東西 對眼睛很累 所以今天就會著重用RF功能在眼底的位置 同樣用紅水做一個導入 看到第四天大家應該很熟悉這個步驟 開回導入模式 然後就塗面霜 然後塗眼霜我會搓一搓 然後印在眼周皮膚 我們選RF模式 然後眼周我不用到那麼強了 中間的強度就夠了 方向是由眼頭去到眼尾 動作慢慢的 然後停幾秒鐘 去做一個按摩的動作 它就不要用來弄上眼皮了 它是很暖粒粒 很舒服 好像做一個眼部的massage按摩 一直可以幫眼部精華吸收 另一方面是很舒壓 一天做事不斷看電腦 其實眼睛很累 如果晚上睡前這樣按摩 都很棒 而且很多時候眼睛一貴就會成功了 記得方向向上 做一個提拉的效果 那眼睛就會精靈一點 不知不覺已經來到第五天了 等我示範多一個用法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我是做深層清潔 等我洗完臉 應該差不多乾了 一會兒就會開始我的skincare routine 首先塗了紅水打底 然後塗足夠的保濕精華 記得每一個地方都要塗光 然後我們開啟倒入模式最高強度 用回之前的手法先倒入五分鐘 然後我會再塗臉霜 今次我塗的份量會多一點 有厚度一點 記住要塗兩條頸 然後我們再倒入多五分鐘 我想說Glycer這副臉霜的質地 真的很適合配搭美容耳 大家看到很smooth 很純滑 完全不需要用力就可以推到 不怕絕著皮膚或拉扯的感覺 是非常之舒服的 現在時間是凌晨兩點九 皮膚還是很飽滿 有光澤 我已經非常之心滿意足 因為今晚喝了酒 這麼晚睡 平時會很納黃很暗沉 但做完導入之後 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毛孔還是很細緻 所以我非常之滿意 我現在先睡覺 好想睡 再跟大家做一個總結 回來了 看完剛剛過去五天的護膚步驟 不如跟大家說少少用後感 首先它真的很方便 很容易操作 三顆按鈕 閉上眼都知道自己在按什麼 用什麼 然後就是它的離子導入 比起平時用手擦 感覺上是吸收得更好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我試過用半邊面 用手擦 然後半邊面用這部美容儀 然後手又有皮膚 然後面又有皮膚 它是兩邊吸收的 但在這一邊用美容儀 吸收得更快 而且吸收完之後 皮膚更加飽滿 有彈性 比起用手擦 平時的感覺是有差別的 而且它的微電流不像觸電 因為我用過一些美容儀 好像橡筋彈的感覺 它沒有的 Glyselle這一部的感覺 沒有那麼大的 它是暖粒粒在臉上滑動 已經正常在動作 所以如果你是很怕觸電感覺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害不怕這種微電流的話 就很適合用它 用了這五天我感受到護膚品 真的入了肌膚 不是塗完等於沒有塗的感覺 所以它對我來說是一個高質 容易操作 又有效的美容儀 尤其是昨晚我喝了很多酒 通常第二天起床 我都是沙漠龜裂 是要扯乾的感覺 沒有 今早起床是正常的 非常之感恩 因為我都很擔心 昨晚三點鐘的時候 究竟做不做好呢 但是我都覺得是要堅持的 說了拍五天就是五天 所以做完之後 今早起床 哇!我真的 昨晚喝了很多 我還是很頭痛 但是皮膚不會很乾裂 真的會感覺到它的導入有了度 說到這麼吸引 當然有優惠 如果單買這部G Power Lift Plus的話 原價是2688 但是現在就7折1888 可以買到的了 很感謝大家今天看這部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除了坐在這裡分享它的功效之外 亦都覺得 和大家一起見證它的效果 是最真實的 沒有理由告訴大家 用完之後一邊提升了 你看不到 或者看相片也好 不夠你去看片 即時看到那個效果 是這麼震撼 我自己都覺得很神奇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是三更是日更是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很開心可以和大家一起示範 每一天我用它是不同的 用不同的方法 可以讓大家更加知道 其實美容而不是只塗完精華 可以在不同的部位 或者因應不同的情況 去做一個小小的改良 令它可以針對性一些問題 我都很開心 我又說完廢話了 拜拜